本期节目由大人学赞助提供 如果你常常觉得一天时间不够用 该做的事情总是做不完 那么你可能是在时间管理上出了问题 根据我的观察 许多感觉时间不够用的人 其实很少是真的时间不够用 或者是效率不张 而多半是取舍的问题 坊间也有很多在谈时间管理的书籍 但我们时常在看完之后 仍然难以实践 原因就在于时间管理 从来都不是一个知识课题 而是一个执行课题 换句话说 书籍里头并没有什么你想象不到 或者无法理解的概念 但我们多半无法将这些概念具体化 因为懂是一回事 能否执行到位又是另外一回事 也因此我们大人学 特别开设了这堂电脑玩物Ether的时间管理哲学 Ether老师除了每天担任出版社副总编的工作以外 还抽出时间读书 研究各种效率工具 每天产出文章 写自己的书 设计课程 还能上课 光是这份效率就已经打趴90%的人 更可怕的地方在于 他的这份效率不是牺牲人生 他一样陪小孩长大 一样常常旅行 一样看小说电视 而且一样打电动 换句话说 只要你能理解 并照着他这十年整合出来的方法过活 你很可能也能变成像他一样成功 这堂课其实不是要讲什么重要不重要 紧急不紧急 这种老生常谈 反而更像是Ether 这么多年做生活优化之后的人生哲学 所以我非常非常建议大家来参加这堂课 从整体人生的规划来展开 谈到计划 谈到代办 谈到形式力等等的议题 让你不是只得到一个概念 而是获得真正有效的方法 让你把知识落实 人生就会变得大不相同 或许 等十年之后 你再回头来看 这堂课可能会是所有转变中 最关键的那个起点 欢迎点击节目下方的资讯栏 来观看这堂课更多的介绍 欢迎你收听大人的Small Talk 这是大人学的Podcast 我是Brian 我们在第427集 主题是我这个年纪已经来不及 做什么什么什么了吗 照表操课的人生未必无忧无虑 那一集里面 我有稍微提到 就是有些人很优秀 从头到尾都没有遇到什么挫折 这样的人人生 其实也有他的问题所在 那这个有好几位听众就留言 因为中间有谈到一下富二代 中间就好几位听众留言说 想听听看富二代的人生 到底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 好啊 那我听到大家的敲碗了 所以这一集呢 我就来聊聊 我自己所接触过的富二代 那因为我以前在念书的时候 还有后来在工作 因为他是当顾问嘛 那会去一些 比较有规模的企业去辅导 所以陆陆续续认识了一些 所谓的富二代 所以今天呢 纯粹是以我个人主观的观点 讲讲我个人的经验 那当然了 大家也知道嘛 就是不能 我讲的东西不能代表全部 不过就当做大家聊聊天 茶余饭后 然后最后我也想给大家 一些我的感触 好 像我们这种一般人 一般普通家庭 长大的中产阶级 我们到底要怎么看待富二代 对我们的优势 还有我们该怎么重新的去思考 我们自己的未来 好 那在讲富二代之前呢 我想要先做一个比较细的分类 我们通常就是讲那种 家里很有钱的 家里这个很有事业的 叫富二代 其实站在我的分类里面 其实还是可以分成两种 有一种不一样的 两种是不同一样的type 他们的家庭 有一种是说 这个富二代他的上一辈 可能是他的爸爸妈妈 本身是很有能力的人 所以靠他们的专业 或是靠他们的能力 甚至有些时候是靠他们的机运 赚了很多钱 好比说呢 家里是医生 爸爸妈妈是医生 或者是爸爸妈妈是补习班老师 或者是做了一些小生意 或者是做贸易 或者是他们纯粹是投资房地产 或者是投资股票 赚了很多钱的这种 这种就是爸爸妈妈 非常非常有钱 可是并没有一个家族的 很庞大的事业 这种我们就是 简单的简称是富二代 可是其实呢 还有一种 我认为更精准的说法 是叫企业家二代 就是说啊 他们当然家里面很有钱 可是他可能从他爸爸 甚至更早爷爷那一代 家里就有一家很不小的公司 也就是说呢 他们不只是有钱 而且有更多的 一个很庞大的事业 是传下来要一路经营的 像我们台湾有一些 知名的家族企业 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 当然你要看跟第一种富二代 是生下都是含着金汤汁出身的 可是其实比我接触的这些朋友 其实我认为他们状况 还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我可能接下来讲的这些例子 会稍微偏向企业家二代的状况 企业家二代状况比较多 那我现在讲讲我自己的从小到大 接触过的一些例子 还有我自己对他们的一些羡慕 讲讲他们好的地方 我记得我在念小学的时候 因为我念的是一个私立的小学 所以那时候我就感受到 我班上蛮多同学 家里可能是二代 是富二代 我举个例子来说 我记得好像很小二小三吧 有一次有同学就约全班同学 去打棒球 然后当时我就想说 那我也想去 对不对 我也举手说我要去 然后打棒球的时候 我就想不对 这个棒球需要球棒 需要帽子 需要手套 需要累包 这些东西我什么都没有 我就问那个召集的同学说 可是我没有这些设备 什么都没有 他们就说 有的话就从家里带来 没有的话人来就可以了 也没关系 然后我就忽然发现 我的小学同学 想去打球的人 好多人都有球棒 都有手套 而且还跟我说 是什么真皮的 其实我也不懂 那就我没有 可是他们告诉我说 我还是可以去 所以我也去参加了 这个棒球 打棒球的聚会 结果一到那边 负责召集的那个同学 他家里是好像是做 成衣还是纺织的 还是体育用品 我不知道 就是公司里面 开来一台小货车 上面载满了 整个棒球队要用的东西 有全部的同学的手套 垒包 球棒 帽子 甚至还送我们衣服 全部都准备好了 然后我们就自己去 那个货车后面拿 然后我当时就很震惊 我想说 哇塞 这个同学也太照了吧 他家里 而且他爸妈也来 跟我们一起打球 那像我的话 我就是自己一个人跑去 好 什么都没有 我就用那个同学的东西 然后后来回来之后 还穿了一件 那个同学爸妈送的T恤 这个就是一个 我从小一个很明显的经验 好 那有听众可能会说 那不然你自己 也是有钱人啊 你怎么去念这个 私立小学 好 我跟你讲 这件事情 是有原因的 我后来问我妈 说为什么 我会去念私立小学 结果我妈说 因为我爸妈都在上班 好像我这个年代的人 很多爸妈是只有一个 在上班 可以在家里 等小孩回家的 那因为我爸妈 都是要工作 所以以前的国小 公立的国小 好像是下午 两三点就放学了 那就必须加入 安亲班 或是去补习 或是去托育 这样子 那我妈妈算了一下 私立小学的学费 虽然比较贵 可是私立小学 比较晚下课 当好 可以这个 我可以晚一点回家 刚好跟我爸妈 下班的时间 凑在一起 如果我去参加 这个安亲班 什么 加起来的钱 比私立学校的 学费还要贵 所以上私立学校 虽然学费贵 可是可以晚一点下课 所以这个 反而比较便宜 所以我虽然念私立小学 可是其实还是经济考量 后来我才知道 那去念私立小学 就遇到很多种 有钱的同学 印象很深刻 然后这些同学来 你看我是六年级前乱班 六年级前乱班 那个时代的人 搞不好今天很多听众 你的爸妈 跟我是一样年纪的 你问问看你爸妈 在小学的时候 有没有出国玩 现在出国没什么 可是那时候能出国 是一件很有钱的家庭 才有办法做的事 我记得我的小学同学 有好多人都是 寒暑假都会出国去玩 所以你可以想象 他们当时的经济状况 是非常好的 更不用提他们用的很多鲜笔盒 纹具 穿的球鞋 都是勃来品 这是我对二代的羡慕 我觉得我同学就是富二代 家里还好有钱 上了高中 不用提了 我高中的时候 班上有很多同学 家里的经济背景 都是非常好的 家里是医生 是做生意的 是企业家等等 我讲几个 我的印象深刻的地方 我记得高一的时候 高一的时候 我不知道这样讲 大家可不可以理解 现在大家 每个人都有手机 随时自拍 随时可以拍影片 可是我在高一的时候 我们班就有一个同学 他爸爸是很有名的医生 很厉害 高一的时候 他就带来一台 V8的摄影机 他带来学校 就拍我们在学校里面 打打闹闹的过程 这个影片 我们现在都还在看 非常有趣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 这个摄影机 是非常非常稀有的东西 他居然就带来学校 就随便这样子拍 随便用 我们就觉得很酷 然后我另外一个同学 是我好朋友 我以前很羡慕他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 我们在高中的时候 要不就是家里 带便当来学校 要不就是买学校里 福利社的便当 那我这个同学呢 他中午吃的是什么 他中午吃的是 日本料理店的那种便当 就像是你现在来 大人学上课 你会吃到那种豪华便当 里面有九宫格 他常常 午餐就吃那个 很高级豪华便当 然后我看着就好羡慕 我从来没吃过这种东西 好 然后我 有一次我们就跟他聊天 我们就在笑他说 你家很有钱 这个天天都吃日本料理的便当 他就说没有啊 我偶尔会带便当啊 后来隔天 他就带了一个便当来 就他自己带的便当 也非常豪华 那我们就说 你妈好会做菜 他说 不是 是我们家的厨子做的 你不觉得很屌 我就觉得傻眼 对啊 这是我同学 很好的朋友 然后呢 我还记得有一次 高中的时候 好像是高一的吧 高一吧 我不知道为什么 老师就在台上调查一下 好像是音乐课还什么的 老师就调查一下说 各位同学 你小时候有学钢琴的举手 然后我心里想 我们那时候一班四五十个人吗 我想说大概 这个 有二三十个人 有十几个人学过 应该就算很多了吧 因为我自己没有学过钢琴 结果我回头一看 几乎全班都举手了 我没有举手 因为我没有学过钢琴 原来我们全班人 都小时候都学过钢琴 当然你可能现在 想说学钢琴也没什么 可是我那个年代 全班几乎九成的人 小时候都上过钢琴课 只有我们少数几个人 没有举手 我是很震撼的 所以你可以大概知道 搞不好我全班同学 一半都是富人代 这很羡慕 你就觉得 哇好棒 可以吃这么好的便当 这么高一 爸爸就买一台摄影机给你 你可以随便玩 而且还可以学钢琴 对不对 这是我小时候的一些经验 可是除此之外 多半是一些物质上的羡慕 因为这些同学 其实大家的也都处得很好 他们也没有像 就是我们也都很平等对待 这些同学也很不错 那上了大学之后 我对这个富二代的印象是什么 因为我念的是土木系 那我进了土木系之后 我才发现原来 我们班上 隔壁班 系上很多同学 他们家里都是建商 都是有名的建商 因为想要继承家业 所以来念土木系 而且还不止一个 有好几个都是这样 那这些同学就是家大业大 爸爸就是建商 或是营造厂 开营造厂的小老板 就变成我的大学同学 就很妙 那我记得我念很大 在台南其实交通工具最方便就骑摩车 可是我就一直跟我爸说 我在台南我很需要一台摩托车 因为去哪里都要骑摩托车 然后有摩托车才能去参加各种活动 比较方便 同学几乎都有摩托车 那我爸就没有买给我 因为他的理由是太危险 所以我讲了几乎一个学期 因为那时候我也没赚钱 好不容易从家里弄了一台二手的摩托车 那结果呢 有一次很高兴骑了摩托车去联谊 然后我们班同学 我连要到一台二手摩托车都要了好久才得到 结果呢 有一次我们参加联谊 结果我同学居然开了他爸爸的凯迪拉克来 然后我们就傻眼 因为我们需要有人载这些烤肉的帐篷的用具 他就开他爸爸的凯迪拉克来载这些东西 然后我们就说 哇塞你家好有钱 还开那么大车 他还很不高兴 他说我也想骑摩托车 可是你看 都是我爸啦 硬要把这台车叫我开来这里 害我要载这些肉 我其实就想你也太爽了吧 大学一年级就有豪车可以开 还没完 上了研究所 这个我谈谈我在美国念研究所的时候 就国外我也遇到富二代同学 我之前好像有跟大家讲过 我在念 在西北大学念研究所的时候 我有个好朋友 他是法国人 然后就常常跟他一起瞎混 然后有一次跟他聊天的时候 他就说他生日的时候 他不是故意要炫富 就是我们在瞎聊天的时候 他就说他昨天很高兴 因为他爸爸打电话来庆祝他过生日 就送给他一个礼物 我说你爸送你什么礼物 他说送给我一艘船 我想说送一艘船是什么概念 送我去搭船 我都很高兴了 他说送你一艘船 然后我说我要看 他说他就拿照片给我看 我的天啊 那是什么船 那是一艘游艇啊 我说这是你爸送你的 我说你会开吗 他说我会 我小时候就有学 你买得起一艘船还不打击 你从小就学会开游艇 那个你才知道 真的是很扯不同世界的人 然后后来念旧所的时候 还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我们学期放暑假 然后呢班上有个女同学 她是美国人 她就邀请大家一起去度假 那我也去了 我们好几位同学都去了 去哪里度假呢 原来是去她家里的农场度假 她家是有农场的 然后我们大家就约好时间 开了好几辆车 她就引导我们一路看看 我记得开了好久好久 才到她家 然后到她家 哇真的很漂亮 就是整块地有牛 没有牛有羊马 主要是羊马跟羊 然后有山 有湖 还有小木屋 然后我们就在那里 度过了很愉快的一个礼拜 那都是她家的产业 好 她也没收我们钱 有啦我们去买食物 我们自己付钱 好 除此之外 我们住在那边 什么钱都不用付 还可以骑马 那些马放在那边 然后有湖 你可以自己跳 跳下去游泳 然后你可以到处去探险 去森林里面散步 反正她那个农场 走不完的啦 很大就对了 有游戏里面包含 整座的山跟湖 这是我同学 我们班同学 所以真的是富二代 请全班同学去 好 然后呢 工作之后根本不用提了 因为我做过问业嘛 就是一定会接触到很多企业 那很多来找我们去辅导的企业家 他本身也是二代企业家 好 那我那时候就很羡慕他们 因为那时候我有想过创业的事情 可是我们一般人啊 想要创业 第一个就想到钱嘛 你要雇员工 你要买设备 你要住办公室 全部都需要钱 好 可是这些富二代呢 他们只要有兴趣 想要创业 想要做一个不一样的事业 他们可以直接原地 建立一个 从一个一百人 两百人三百人的公司开始 你看我们自己一般人创业 从一个人白手起家 可能要成长到二三十个人 都要好几年的时间 他们是直接可以从三百人 五百人的公司开始做起 所以呢 你就发现他们手上资源多 他可以很快速的 进行各种尝试 而且他手上的人脉也很多 他们二代很清楚知道 哪些人在这个产业上 是很优秀的 我甚至可以从国外找人 大不了就付个薪水给他而已 好 这些对他们来说都不是问题 所以当然啦 我可以理解 大家对于富二代都有一个光环 都有一个羡慕 因为钱就是超能力 好 不过呢 今天这一集啊 这个 我的重点 不是要告诉大家 富二代多值得我们羡慕 这个我想不用我多说 我现在接下来想要分享的是 我自己亲自接触到一些 可能富二代大家 比较少见到的那一面 好 第一个呢 就是 其实什么事情背后都是有代价的 好 第一个我来讲的就是 家教严格 我要特别讲 企业家二代 好 还不是说爸妈是 爸爸胡子 富了一代的那种不算 那种有一些确实会 溺爱小孩 小孩就开跑车啊 整天跑趴啊 那因为他爸爸赚了很多钱 好 我讲的是那种家里真的有上市商会公司的那一种 这种我认识的 好 我认识的也不多啦 可是就是接触过几个 哇 几乎没有例外 他们从小的家教比我们一般人严格非常非常多倍 真的不骗你 好 我有时候看到 听他们跟他们在聊天 讲他们小时候 还有他们爸妈对待他们的这些严格啊 我都松了一口气 我觉得我爸妈真的对我太好了 我讲一个例子好了 这个当事人呢 他是一个 企业家二代 然后有一天呢 他就跟 一群朋友 在外面喝酒 喝得很开心 那喝完之后 他还住在家里 还没有结婚 还没有独立 然后呢 他就喝酒 喝得有点醉了 他就回家 然后一回到家呢 这个因为很累嘛 又喝醉了 倒头就睡 就趴在床上倒了 衣服也没换 结果呢 没多久 他妈妈就来找他 就把他叫起来 说儿子啊 你起来 你去爸爸房间 爸爸要跟你讲话 结果呢 他一听到爸爸 爸爸当然就是企业家了 他一听到爸爸找他 马上酒就醒了 从床上跳起来 然后呢 跑去他爸爸的书房 然后站在他爸爸前面 他爸爸也没有骂他 他爸爸也没有反对他喝酒 就跟他交代一下 明天公司的一些事情 也没有骂他就正常 就讲讲讲 然后他就昏昏沉沉的 站在那边听 听他爸爸讲 讲完之后 他爸爸说 好啦 你回去睡觉吧 好 他就回去睡觉 那因为喝醉了嘛 第二天早上醒来 六七点的时候 他爸爸就叫他 说来 你过来 我昨天晚上 跟你讲了什么 你讲一遍给我听 这是真实的事情 他昨天喝醉了 爸爸跟他交代的事情 其实他早就忘光了 一大早 爸爸马上又问他 我昨天跟你讲了什么 你记得多少 他早就忘光了好不好 而且讲的都是一些 公司里面的事情 交代他要做的事情 他早就忘光了 结果他就站在那边 吱吱吱吱讲不出来 这时候呢 他爸爸一格而光 就把他扇在地上 就跟他说 你没这个本事喝酒 你以后就不要给我喝 哇 好 我只能说这是我身边 跟我讲的故事 我不能讲他是谁 anyway 各位 你家里 你的父亲 母亲 有这样子对你吗 我觉得真的太可怕了 而且 这个爸爸呢 他真的很严格 因为他的意思是说 家里的将来的事业 要交给你 我们公司 好几百个家庭 要靠我们吃饭 而且你家里要 你将来要接掌事业 很多人都会想要影响你 很多人都会想找你喝酒 你去喝了酒 结果呢 你跟人家答应的事情 你听了什么事情 你全部都忘记了 请问你 第二天 你会不会把公司 带到很可怕的方向 所以你根本没有资格喝酒 他把一个耳光 给他散过去 而且 这个小孩子 可能他那时候已经30岁了 已经是个成人了 你看 我觉得 这个真的 我听了这故事很震撼 好 很震撼 这是真实的事情 好 我再讲一个 另外一个例子 我在纽约工作的那几年 也认识了一些 在纽约的台湾朋友 好 大家 因为圈子很小 大家 出来吃饭啊 唱歌啊 喝酒啊 就会 就会遇到 然后呢 我就 呃 就是那些人 反正anyway 然后我就有一次机缘巧合 跟朋友一起去吃饭 过程中 也有一些别的朋友加入 其中有一个呢 好 有一个 他就是呃 台湾某家上市公司的其中一个小孩子 啊 那我当然不能讲是哪一家公司 anyway 反正就讲出来大家都知道 他也在纽约 OK 那就大家认识了嘛 就去吃饭 我们一开始呢 就去一家中餐馆吃饭 吃饭的时候呢 其中有一个朋友就在聊 说纽约有一个夜店 非常好玩 里面可以喝酒 然后里面 这个妹子很正 很好玩 然后 等一下我们吃完饭 我们就去那里玩 所有人包含我都说 哎 好好好啊 听起来很棒 结果这时候只有一个人 他说 哎 去那里要多少钱 哈哈哈哈 我们那时候都在上班了 他就说去那里要多少钱 然后 然后主办人就想一下 说大概 看你喝多少吧 就是大概几百块美金吧 他说那里面有什么 然后他说 就很多女生啊 然后也有人出来这个跳舞啊 然后你会可以在那边认识朋友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他就很羡慕 他说可是这样子应该一百块跑不掉吧 他说一般来说 我去有些时候会花一两百才出来 然后他就傻眼了 他说那我不能去 然后所有人就说 你不能去 他说对啊 就偶尔去一次有什么关系 这太多钱了 我们可不可以去别的地方 你知道 没钱的人 就是我讲的那个 台湾某企业家的儿子 天哪 他是我们这里面家里最有钱的人 结果我们就问他说 怎么会这样子呢 他是很seriously的 他就说不行 因为我在这边的所有花费 我都要记账 我都要记账 每一块钱我都要记账 而且我要每个月要跟我爸妈回报 而且我爸妈是真的会一条一条 看我花的钱花到哪里去 这个东西我今天晚上如果去那边就花两百块 我很难解释 后来他就没有去 我们就我们大家也配合他就都没有去 后来我就有朋友私下说 他都很不想找这个人出来 为什么 因为每次找他出来他都第一个问 会花多少钱 这家餐厅要多少 他们就觉得很烦 所以反而是我们这些上班族没在管钱的 我讲的是真实的故事 所以你看 其实我特别讲企业家二代的原因在于 我反而觉得那些肯挥霍 开超跑 然后这个手上都带着钻表的这种 到处跑趴这种 其实我有遇到过这种 其实这种你大概跟他认识久了 你发现他家里 其实并不是真的有什么大事业 可能就是他爸妈很会赚钱 就这样子 很会投资 很会投资房地产 这种你真讲也是富二代 可是他跟我讲的这种企业家二代 其实是差蛮多的 你看有一些新闻 富二代在外面闹事 开超跑撞人什么的 你其实去查一下他们爸妈的背景 都不是 其实大部分都不是真正的 所谓的企业家二代 他们就是很有钱 就这样而已 可是我讲的比较是企业家二代 像刚刚讲的那个 喝酒了被删耳光 然后这个在美国 每一笔支出都要跟爸爸抱账 他们都是企业家的 他也是真的有企业的 所以我在想 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父母 从小就有考虑要让他们接掌 成为接班人 而且他们负的责任太大了 上市上位公司 公司没有几百人 也有上千人 甚至上万人都有可能 所以呢 他们对自己的孩子 你要不就是你就不要接班 好 如果你要接班 真的是从很小的时候 就要很积极的培训 全部是用最高的要求 我不知道各位 你有没有遇过那种 很严格要求你的老板 好 有些时候在这样的 像我遇过 我遇过几个老板 他们对我的要求 非常非常严格 你在他身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可是压力也很大 可是你想象一下 我们下班了 这个老板就管不到我们了 可是你想想看 你的爸妈 他就是这个严格要求你的主管 而且你从很小的时候 你天天回家 就是跟上班一样 他就已经用这种 将来是主管的 这种要求来要求你 而且他就是你爸妈 你可以想象这个 对 当然他们有花不完的钱 资源很多 可是这真的是你 很想要的吗 我只能跟你这样讲 我自己没有很想当 企业家而代 我说真的 因为我看了很多例子 我平心而论 我没有想当企业家而代 我非常满意 我现在自己 照我自己的心思 一步一步慢慢的 经营我的公司 虽然公司很小 虽然赚的钱 不能跟他们比 可是我很自由 我很难想象 讲说我爸是上次公司的 这个大老板 从小这样子培训我 我真的是选择不要 这是真心话 我不要 这是刚刚讲的是严格的家教 这是我看到的 第二个 你的人生的生涯 职涯 很可能会受限 你说 企业家二代手上资源很多 他人生要做什么都可以 错 正好相反 我举个例子给你听好了 我在纽约的时候 有认识一个外国同事 他跟我们一样 都是在做顾问 那我这个同事呢 他工作的能力非常好 也很喜欢当consultant 可是有一次啊 我跟他在家聊天的时候 他就情绪很低落 然后我就跟他聊怎么了 看你最近精神不太好 他就说呢 他被他的妈妈 好 这个同事是个女生 他说他被他妈妈 半夜连环抠 叫他回去 他不是 他不是美国人 他住在另外一个国家 他跑到美国来当顾问 他妈妈就整天抠说 你在纽约已经两年了 你也该回来了 该回来 我说为什么你妈妈 叫你回来 你在这边做得很好啊 后来他就说 Brian不敢你说 我家里在欧洲有一个事业 我爸妈其实当时 是要我接我们家的事业的 可是我不想 因为我对那个事业 一点兴趣都没有 而且那个事业 这个我很多 其他家里的亲戚 都想要抢那个事业 我不想要跟他们抢 所以我就一个人 跑来纽约工作 我现在非常开心 我在这边很自由 也交了好朋友 然后顾问也是我想做的事情 可是我妈说 你只能去两年 我当时也答应了 可是我真的很不想回去 我妈现在来拗我 然后呢 我爸也打电话来 而且他们越讲越难听 甚至用骂的 说我不负责任什么 然后这个女同事讲讲 就一直哭一直哭 老实说 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 因为这是我不能理解的世界 他真的很不想回去 可是呢 他的父母甚至他跟我说 用算是有点情绪勒索的方式 跟他说你不回去 爸爸的年纪老了 你是不想管爸爸的健康了吗 你想要把爸爸抄死吗 你不回来帮 其他的家族的人 要怎么看我们 他就一直哭 我印象很深刻 真的很深刻 我也没办法 不知道怎么安慰他 因为我人生从来不知道 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人生的抉择跟挑战 好 那后来怎么样 其实我没有follow up 总之后来他 这个就没有在纽约了 他是回到他原来的欧洲 去经营他的事业 还是继续在纽约 后来我跟他就没有 没有继续follow up 我也不知道 只是我永远记得 他那时候跟我聊这件事情 他是非常非常难过的 那我心里就在想 你看 我虽然家庭普通 可是我想要来美国上班 我爸妈很高兴啊 很鼓励我啊 然后我来了美国 我想继续呆 我相信我妈妈也很高兴 我想要回台湾继续创业 我爸妈也觉得 可以啊 没问题啊 虽然你真讲 好 我创业也好 去美国也好 我爸妈其实没有在什么 经济上给我很大的帮忙 可是换个角度想 他也没有给我很多限制啊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级两面 那你说我那个同事 他家大业大 身上穿的用的都是很高级品 家里又有事业的纳结 你真的很羡慕这种事情吗 可是相对的 你的人生也没有自由 好 我再讲另外一个例子 是我们很多年前 大人学的一个学员 他家里 他也是企业家二代 企业家二代 有一次呢 其实这个 还不止一个同学 跟我讲过很类似的事情 就是说 他其实不想接家里的事业 可是家里 就是逼他一定要接 甚至呢 他家里还规定 他要跟谁交往 Anyway 这是真的发生的 不是只有韩剧里面有 真的是发生的 然后他喜欢上一个女同事 他跟这个女同事很好 然后就发生问题了 因为呢 他爸妈说 你不可以跟公司内部的女同事交往 可是他就喜欢他 而且他工作那么忙 他除了自己的女同事 他也没有认识外面的人 所以他好不容易找到一个 他喜欢的女生 结果是因为这个女生是他们集团内部的人 讲一讲 好像跟某人的故事很像 你看反正 总之 K董也是娶了空姐 长荣的空姐 然后他们家里不开心 好像真的 你看这故事很多 我讲一讲才发现 真的跟K董是一样的 Anyway 家里就觉得不行 可是他就喜欢这个女生 怎么办呢 对不对 就弄得很尴尬 就弄得很尴尬 那他也很怕这个女同事 因为跟自己交往就被公司发二掉了 然后你知道这些事情很麻烦哦 而且还有更麻烦的是 曾经还有个同学来问 问我 他说他喜欢这个女同事 然后他爸妈就跟他说 这个女同事知道你是二代 所以一定是为了你的钱 才跟你交往的 结果呢 这个二代当事人 被他妈妈这样子一讲 他居然也开始怀疑了 他就不知道说 这些对他示好的女生 到底是真心喜欢他 还是真的如他妈妈讲的 是有阴谋 有企图的 他自己都搞不清楚了 好 我觉得我们人生要找到一个 谈得来的伴侣 其实已经很难了 可是你看在二代这种复杂的环境里面 就更复杂 好更复杂 我说实话啦 你问我要不要 我不要 对不对 你遇到喜欢的人已经很难了 互相喜欢的人已经很难了 结果你还因为你的身份 你还要猜 他到底是为了什么来喜欢你的 对不对 像我没什么钱 我知道喜欢我的女生 一定不是为了我的钱 我至少可能很明确排除这一点 对不对 好 那这就是我想您懂的意思 这是生涯会受限 人生的选择会受限 你以为他充满了选择 其实反而有些地方 他是没有选择 他选择受限的 家教严格 生涯受限 还有一个就是比较的阴影 你永远会被拿来跟其他人比较 像我认识这些企业家二代的朋友 他们通常都是 很多是家族企业 他家里面有很多的堂兄弟 姐妹 其实啊 比如说他的堂兄堂弟 是不同分支的 其实大家从小的时候 就在被拿来比较 念书 能不能念名校 英文好不好 聪不聪明 有没有气魄 有没有领导魅力 好 全部都拿来比较 你说 呃 我们一般人的家庭 小时候有些也会被爸妈拿来比较啊 可是我觉得那个比较的程度 还是不一样的 因为啊 他们的竞争不是开玩笑的 因为 家族企业里面 接下来谁接班 谁当正的 谁当富的 甚至有些家族企业里面 有主体的事业 跟分支的企业 那可能真的是要竞争 因为二代不是只有一个人 有好多人 就像 就很像那个传皇位一样 对不对 有好多阿哥 有很多格格 大家也最后也是 而且这些老臣也会有意见 你如果明明大阿哥能力不够 四阿哥能力很好 你偏偏要让大阿哥当头 你也是得说服所有人 也不一定会成功 对不对 所有人也会推举这个四阿哥 对不对 一样的 一样的状况 所以呢 你的父母可能从小就会很焦虑 你会不会是那个最厉害的阿哥 所以从小就要培养 而且会拿你跟唐兄弟比较 好 你说富二代要创业 你说富二代 富二代他们比什么 他们不是比谁家里有钱 因为没什么好比的 他们都是比谁比较有才华 谁会念书 谁有领导能力 谁呢 这个做事情稳当 甚至很多富二代甚至富三代 他们拿了一些家里的资金去开创不同的产业的时候 更是拿来比较 谁的事业做的好 谁的事业做的不好 哇 这个压力你可以想象是真的很大 像我们一般人开公司 只要能随一两瓶慢慢的成长 其实我们就觉得自己还不错了 我们公司没有倒 我没有活下来 明天继续努力 他们不是哦 他们公司不但要经营的好 还要能赢过他的堂兄弟姐妹 因为每个堂兄弟姐妹都是很有才华 都是被培育出来的 好 接班人 所以这种竞争是没完没了的 而且你从很小的时候 就是扎扎实实 拳拳到肉的竞争 好 拳拳到肉的竞争 而且就算你说 那如果富二代只有一个 比如说 这个 富职辈只生了 两个小孩 那其中一个又不愿意接班 那这个富二代就爽了 他没有什么要竞争的 其实不是的 你就算不用跟你这些堂兄弟姐妹竞争 你还要跟你的父母竞争 为什么 因为你是二代 这句话 这个标签是永远跟在你身上的 富二代 那大家一定会想富一代 你要超越他 所以这些二代其实很辛苦 真的压力很大 甚至我有一些比较熟的朋友 讲了讲了 眼泪都掉下来 他永远无法超越父母 因为可能是食运 也可能是能力 他是无法超越他父母的 所以他做得再好再好 他做得好 爸妈说 你是靠你爸妈 做得不好 大家说你扶不起 大家懂 所以他们一生都在证明自己 而且却很难很难 真正达到大家的期待 好 我想大家可以 这是比较赖赖的阴影 所以我接下来就 以我自己接触到的例子 第一个他们家教的眼隔 而且从小就很眼隔 等于是你的主管 就是你的爸妈 第二你的生涯受限 因为你要肩负太多的责任 所以不是你想选什么 就是什么 你想选任何选任何职业 选任何你喜欢的人在一起 都不一定 可以让你自由发展 第三就是比较的阴影 所以这些事情呢 当然我也不是说富一代很可怜 我们要同情他 不是的 我只是把他值得羡慕的 跟他们这个遇到挑战的 这个以我接触的事情 跟大家聊一聊而已 那我的心态跟总结呢 我想跟大家讲一下 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觉得 哎呀 富二代很棒 如果大家只是开开玩笑 是没有问题 可是如果你真的常常觉得 有点分事技术 觉得我什么都没有 我父母都没有给我什么东西 你看我这些有钱的朋友 不用到富二代了 就是你周围家里条件 比你好的朋友 什么都有了 我好辛苦 我怎么那么可怜 如果你陷入这种 自怨自怜的心态 我想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 第一个 请你认清事实 你不要再做梦了 因为这种事情 你再怎么想 你想一万年 你的先天条件 是你无法决定的 还不如认清事实 认清你手上的牌 你就不是富二代 不要再去想 你羡慕一百次也没用 你越羡慕 反而越会 让自己失去信心 你不要整天期待 有一天你爸 突然跑来告诉你 其实我们家有矿 你不要去做这种梦了 因为你爸爸也梦这件事情 梦他爷爷告诉你 他这件事情也很多年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认清事实 第二个 事实其实可能没有那么残酷 因为你想想看 我们很羡慕富二代 因为富二代有 我们没有的东西 可是你要羡慕自己 你也有一些 别人没有的东西 对不对 第一个 你从小到大成长环境 你压力多半比他们少 对你可能有经济压力 可是你 你应该比他们 有更多的自由 而且你比他们 有更多的空间 可以去发挥自己的想法 一般来说是这样 所以你也有 他没有的好处 他有你没有的 你也有他没有的 所以其实也蛮公平的 第二个我想谈的是 人生的满意度 人生的幸福 到底从何而来 已经有太多的人 研究这件事情了 我的观点是 你对人生蛮满意 你对自己的生活幸不幸福 对你的现状开不开心 其实不是看绝对值 比较有钱的 位阶比较高的 会比较开心 其实不是的 其实是看相对值 什么意思呢 今天富二代 他生下来就一手好牌 我们自然就会期待他 这手好牌 应该要怎么样 大获全胜 而且大获全胜是应该的 如果没有赚到超额回报 他一手好牌 其实是失败的 所以这是相对值 好相对值 可是你今天如果手上 真的这手牌不好 是一把烂牌 你最后没有大叔 甚至还小赚一点 这可是大成功 因为你把一个不可能的烂牌 打到居然没怎么赔钱 而且还小赚 可是你想想看 这些富二代一手好牌 他非得得到超额成功 甚至获得超额成功 都不会受到肯定 其实人生真的是相对的 你肚子很饿 吃一碗卤肉饭 其实那个满意度 可能比你吃饱饱的 在吃米其林 硬塞下去 好 获得的满意度是更大的 我想这个大家应该可以理解 好 人生真正的满意 我们追求的不是那个绝对值 我们追求的是相对值 你比你原来的立足点更好 其实我们那个满意度是很开心的 好 我们就举一个小例子 假设你家境普通 你很想要有一台车 结果你很努力的工作 你很努力的存钱 你买了一台一百万的国产车 一百万的国产车 不算是好车 可是这是你的成就 你很开心 你很努力 这车子里面 每一个 每一个piece 都是你辛辛苦苦赚来的 然后你开了这台车 带你全家人 带你爸妈去兜风 你会对你的人生 充满了满意度 可是今天如果是一个富二代 他可能一个生日礼物 就是一台蓝宝鸡 你可以想象 他可能也是爽几分钟而已 对不对 他也是爽几分钟 他带他的 他开蓝宝鸡在路上 好 绕了一圈 他的满意度 他的快乐 可能比不上你开一台国产车 在全家人去交友 好 当然了 我还是鼓励你 你如果有企图心 你也可以买一台蓝宝鸡 试试看 好 我们总之要往 这个好处努力 不是说 我讲这句话也不是说 这个 这个当穷人比较好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说 你要珍惜你现在有的 而且人的幸福是来自于相对的 好 你变得更好 而不是你已经拥有最好 好 那另外呢 我们往好处想 这我常跟我的朋友讲 有些东西也跟我说 他好羡慕富二代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东西 是全世界所有的富二代都没有的 那个是什么呢 就是成为富一代的机会 你听听看我讲的对不对 富二代 他其实是永远的标签 一辈子的标签 死不下来的 而且富二代 他永远不可能成为富一代 他今天表现在好 大家都知道他爸爸是谁 所以他表现在好 他公司做的再棒 他还是富二代 可是对我们来说 你是有机会成为富一代的 对不对 你是有成为机会富一代 当然我也不是说 每个人一定要成为富一代 可是至少你可以成为 你家族里面一个很棒的开始 可是他们永远是担心 他们要坏 他们会可能会坏掉了 他富足被传下来的基业 你不觉得 至少我啦 我觉得我的处境我很高兴 我可以成为我们的家族 最好的那一代 可是他们却很担心成为 他们家族最差的一代 好 这个是心态上 心态上一个很大的差别 所以呢 我还是鼓励大家 这个 如果你自己心中有一个过不了的坎 你一直觉得 我富二代好棒 我什么条件都没有 我今天事情做不成功 都是因为我没有条件 那我建议你还是要认清事实 然后呢 要把你手上的 也许不是那么好的牌 尽量打好 不用真的赚很多钱 只要把你手上的牌 打得还不错 其实你最后还是会发现 你对自己的生活的满意度 是很高的 甚至这个满意度啊 会超过很多富二代的朋友 好不好 好 今天就讲到这边 这些故事其实蛮有趣的 我预计很好 刚好从小到大 都有认识这些 家境很好的朋友们 那我当然也是很羡慕 很羡慕 有买蓝宝基尼 我现在也是很羡慕啊 对不对 我没有开过蓝宝基尼 不过anyway 你慢慢长大 你就会发现 每个人人生有自己的功课 你也不要整天羡慕别人 可以羡慕别人 可是你也要羡慕自己 好我这样讲好了 我们可以羡慕别人 别人长得好看 长得帅 家里很有钱 我们要羡慕他 因为这些东西确实很棒 也不要去酸 硬说我不稀罕 我们还是要羡慕他 可是我们也要记得 找到自己的强项 我们也要好好羡慕自己 对不对 你有你的自由 你有你的聪明才智 你有你的手上的牌 我们也同时羡慕别人 也要羡慕自己 然后呢 羡慕别人当作一个 远远的目标 羡慕自己呢 我们借此建立信心 好好努力 这是我的态度跟看法 好 不知道你认不认同啦 那欢迎留言 告诉我 你身边富二代的故事 或者是你自己是富二代 你可以讲讲你的故事 也可以 好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 相信思考 勇于改变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